师父,现在他们有的在网上分享一段,我给师父读一读,师父您休息休息,师父 他说,师父,弟子在观音堂念经时,突然到地府严罗殿,准备听审 在场有观世音菩萨,佛陀与师父,以菩萨的形象严罗悟造 初一十五,佛菩萨的日子,是学佛人念经许愿,度人行善,双倍福德的一天 当天会有许多佛菩萨,故法神与天官会到世间给行善者加分,顾持与庇佑他们 可惜的是,佛菩萨的大日子,也是不知者造业的一天 孝童子,你好好聆听记录,说完后,严罗王大喊,把罪灵带进来,准备审判 这时,就有两名地府的官员,把至少十二名罪灵带到严罗王前 有一半的罪灵是心灵法门的同修,另一半是余商做佛台印书的老板 严罗王看到罪灵们后,非常愤怒,指着罪灵们大喊 你们这些骗子,胆子真可大,竟敢借佛敛财,欺骗佛友,造假了如此大业 严罗王,我们知错了,请严罗王求饶,放过我们吧 放过我们吧,你们罪灵们自称是心灵法门的佛弟子 竟然在群里集资同修们,组织放生,印书,社佛台,佛具,材料 并把同修们捐款,占为己有 你们说,你们到底有没有良心 有很多同修为了做功德,省吃俭用,不吃饭 就是为了放生,才不失,你们却把同修们辛辛苦苦省下来 赚来的钱用在自己身上,真的很无耻 我严罗王是不会放过你们的,官员拉下去 到时候我严罗王会一个一个审判鱼商,做佛台,印书的老板们 你们也与同修一样,在佛友们推广推销 自己卖的佛台的材料,佛具,印书的价格最便宜 其实你们根本没有帮同修们放生 这些业障由你们自己来背 佛台的材料,佛具,印书的发表,证据都是假的 我严罗王不会让你们再伤害辛零法门的同修 不只是真的很可悲,也是很可怜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你们会天天做噩梦 梦到自己在第一铁床上,铁柱上受惩罚 睡眠不好,天天害怕,活在恐惧中 无精打采,魂不守舍,最终生病,癌症,痛不欲生,身亡 这就是你们欺骗佛友,出菩萨身上血 见佛敛财的果报,因果报应,真实不虚 你们等着吧,这是韦陀菩萨和官地菩萨来了 官地殿上,官地殿上,官地殿上,官地殿把以上的名字从名单里散除后 弟子就回到了人间,如果有不如理如法之处,请菩萨,护法神与师父原谅 师父,这个分享完了,这个是真的吗?师父 这个真的,这个真的呀 哎呀,弟父就是这样搞的呀 就是弟父他们会帮你记录的呀 他们这么搞的话,有人告状的呀 因为本来比方说,他只要这个人说 因为托委托他放生的人,他可以在菩萨面前佛台上讲 我今天放生一千条鱼 谁谁谁,我委托谁谁谁做的 然后呢,这么鱼呢,就等着了,对不对呀 好了,到最后你不放他 那那些鱼不要叫冤的,对不对呀 哎呀,对对对 然后去告出了呀 还有弟父,知道你今天要 你看这一千块钱被他们弄去了 就要惩罚了,激账了 所以他以为不知道,让他知道他亏大了 他以后不是说赚了这点钱 那个问题,他生起病来,吃一个药就几万了 他根本划不来的,到了晚年 明白了吗 哎呀,师父,明白了,明白了 你想想看,你想想看弟父现在开始的惩罚 是让你生病啊,晚上做噩梦啊,这种 什么都来了 到了最后你自己慢慢慢慢的,你就得癌症了呀 哎呀,是这样的 哎呀,师父 你说真的太可怕了 他们把证据就是那种凭证还造假 还让你看到那种凭证都造假 真是想都没想到 完了,他们完了 以后顾的医药费根本不止这些钱的 哎呀,真是这样 哎呀,你好可怕 师父,你说你学佛人的钱你敢动吗 这个业真的是背不起啊 你知道很多老妈妈真的省吃点用书 叫你,叫请他们放几条鱼 你看看他就这么做,真要了命啊,真的是 那师父,以后只要是委托别人做功德 是不是要在上乡跟观世音菩萨讲 和观地菩萨讲 你不讲,委托谁谁谁 哦,都要讲是吧 这个罪就在你身上 你没放,你跟菩萨讲过 你放生,你怨了吧 最后你没放,是不是你的罪啊 你现在说,委托谁放了 谁不给你放 偷工减料 全部他的罪 所以帮人家放生的人 我告诉你 你不想有报应 你就好好老老实实帮人家做功德 你功德很大,你如果从工减料 里面有什么,我告诉你 你就等着吧,就像刚才这个分享一样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师父,今后无论是托同修做任何功德 都要跟观世音菩萨讲 就可以了,是这样吧 你讲了,你没事了 你不讲,就是你的事 哦,明白了,明白了 师父,好,谢谢师父 开始,师父,那阎罗王与弟子说到 初一十五,佛菩萨的大日子 是念经许愿放生度人行善 双倍福德的一天 他这个双倍福德就给你寄双倍了 是这个意思吧 主要举个简单例子 你平时你在观音堂里做善事 0.5分 那么你这一天做 同样做这点善事 双倍 一分 两分都有可能 就是根据你做功德的努力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 初一十五 人不行畜生死啊 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初一十五 为什么要烧高香啊 护法生 天上的菩萨全下来 你有什么罪业加倍的惩罚 你有什么善业加倍的 就是给你积功德 就是这样的呀 哎呀 这真是 那师父 那他这里讲 委托菩萨和观地菩萨来到了 观地殿上 把以上的名字从名单里删除 然后弟子就回到了人间 他这个把名单删除是什么意思 是执行吗 师父 本来不是 一个人 一个人 比方说你做坏事 地府计 做好事 天上计 天上计 对 那么这个 这几个人呢 一定在天上 也是有功德的 因为放生了 过去帮人家 造佛台了 都有 那么 对 惩罚完 地府惩罚完 他的罪念 已经很重了 那么天上 就把他的功德 全部删掉了 现在他就是 没有功德 只有 只有缺德了 听不懂啊 哎呦 哎呦 那你说师父 你想如果他们后悔的话 要 话不来的 要 那你想想 他们还有救吗 要念大量的礼佛了 师父 是 我告诉你 如果天上没功德的话 就相当于天上没莲花 天上没莲花的人 出车祸就死掉了 人家不死 他死 生恶病 人家癌症 可以活着 你就死掉了 生癌症 人家不痛 你痛的臭要死 就是因为你天上 根本没有莲花 也没有功德本的 你没有功德 可以抵消了呀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听得懂 那师父 这个梦境 就是在警示他们了 你们要好好的 知错弥法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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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真是 出目惊心啊 师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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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师父的 开始 谢谢 谢谢